明初奇人传 欧豪演技车祸 配音出戏 陈凯歌监制都能扑 明初奇人传由欧豪 谭松韵 王子玄 秦岚 金士杰主演 而且这剧的监制还是陈凯歌 看阵容和故事内容 这剧怎么会扑呢 说的就是男主角欧豪 这要怪欧豪本身说话的音色不够接地气 总有一种浮在生活之上的语气 平时说话慢也就算了 到了情感激烈的场景 他说话也只是语气生硬了一些 根本听不出情感 这个片段里 明初回家后姐姐给他准备了一场宴席 为的就是给他找个有面儿的工作 但明初不愿给他们当走狗 说出了这几位叔叔勃勃的那些破事儿 可在欧豪的语气里 这哪里是生气啊 这是在念台词吧 欧豪虽然是演技新人 但是不能因为他心 就拖老的后腿吧 明初奇人传即便是有秦岚这样的颜值担当 和金世杰这样的演技担当 也是称不起这部剧播放量的重任